电影不是演的 那是我的人生 不是你显得来戏 做了那么多戏 都赚钱吗 铁除台湾的话 台湾就做理想 她是华登的罗斯妈妈 你说对 我们都是一样的 也是环珠格格里的紫薇 20岁被诚瑶迁进公司 林昕如如今46岁 有了演员与制作人的双重身份 16个夏天拿下金钟50最佳戏剧 肯定了她演员切换为制作人的成功 近来的华登初上 更是席卷各大讨论区 在台带起一股追剧风潮 这一路上 林昕如经历了许多无奈与挑战 她是如何克服的呢 且听我们缓缓道来 她去拍环珠格之前 你要拍个电影吧 对我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就拍了那个校园赶死队 你也知道这部电影太厉害了 对两大帅哥 对两大帅哥啊 林志颖 金城武 我 我还有看过哦 有看过吗 有看过 我还店里面买票看耶 那个时候的林志颖跟金城武 金城武还没红吧 还没那时候最红的是林志颖 最红是林志颖 七岁的天空 对 小旋风 真的那个时候其实演戏像傻傻的根本 我根本不会演戏 我还记得我们当然是金敖勋导演 非常非常人很好的导演 然后我第一个镜头就是要喊起立立正敬礼 我恩基了二十几遍 起立敬礼坐下就可以喊二十几遍 因为林志颖跟金城武在旁边我就很紧张 是因为他们的紧张哦 对 就超紧张 你那个时候是比较喜欢林志颖 还是喜欢金城武 你看小婷姐眼睛都眯起来了 蛮帅的啊 对啊 可是那个时候你的少女情怀是比较喜欢哪一个 因为我的戏都跟林志颖在一起 所以 所以那个时候金城武真的没被人看好 我还不想要打开 此微一角让林心如红遍台湾 大陆 不仅陆续出演情深深与萌萌 陆顶记 美人星际等经典作品 也横跨电影 唱片 主持 话剧等领域 多年的演艺生涯 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萤幕形象 明星当的风生水起 林心如却不甘于此 决定跳脱舒适圈 2009年成立工作室 不仅自掏腰包酬被投资了多部影视剧 也担任制作人 立志要做出自己最喜欢的作品 做制片人的时候 所有的事情是我在主导的 包括找题材 包括找导演 找演员 你就把这本书 从一个文字上面的东西 变成一个立体的影像 流传下来 所以我觉得那个还不是说 只是琐碎的那个东西 它变成一部戏 让我觉得是 跟我去演这一部戏是很不一样的 到今天你早上一个人去看病 对不对 然后再通告 我真觉得有的时候 别人不是不太了解 我们的生活 因为有工作 在工作的时候真的是很多人 比如谁开拍了 录影 今天谁来这谁来 但是你就说 真的你们是那么熟的 拍戏的时候可能这几个月很熟 可是拍完了如果你们去接了别的戏 他们也没办法再跟你在一起 对 就各自要忙的时候 又空虚了 又空虚 不过赶快再接下一部戏 原来你做戏是为了接一个 排剪寂寞 好惨喔 不幸如曾经讲过 她说其实演戏演到现在 也不少年份了 也演过很多卖座的戏 她一心就想做一个金钟局 这个有这样想法而讲出来的不多 很漂亮 没有我想要做一个有品质 然后拿着出手的戏 就是大家看了之后觉得 我们真的是很很有诚意 很认真的在做这个东西的 对 2011年 她首次制作与主演的轻视黄飞首播 打破优酷播放量最快破译记录 卖出20多国版权 2012年 自制自演的首部电视电影《遗忘》 入围巾中三个奖项 虽没有得奖 却已能证明她制作能力的优秀 谢谢评审 给我们的肯定 谢谢导演 谢谢编剧 谢谢我最爱的五人帮 你们都是最棒的 然后 最重要一点 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在原锅说过 如果我们拿了这个奖 我们要迅速一个月 不要忘了 一个月 2015年 她制作的16个夏天大红 收视传出捷报之外 爱奇艺点击率也突破两亿大关 更厉害的是 该剧在今中午时 勇夺戏剧节目 戏剧节目导演 戏剧节目女配三项大奖 从演员翻转到制作人 不到十年 就创下如此优秀成绩 然而人前风光 人后心酸 林心如当然并非一帆风顺 有成绩不好的时候 有被投资方要求换南角的时候 在家里哭完 隔天还是得A做 我一直很努力 而且我一直没有放弃 当所有人都不看好你的时候 我就更要做给人家看 有一天我要让你后悔 就是因为她的努力与不服输 才造就了华登初上现在的成功 回溯2014年 16个夏天才刚结束 她和编剧就开始构想华登初上 为了把戏做到最完美的境界 为了让国际看到更多在地化内容 演员 服装 美术场景等00总总加起来 成本高达2.5亿 不想要说亚洲剧的时候 只有想到韩剧 这几年来华语剧也慢慢累积力量 一定会被国际平台看到 到时又有更大的资源 把剧做得更好更多元 曾经因为工作 然后放弃了感情 我现在想要好好的谈恋爱 我觉得工作就 就还蛮OK的 但我觉得应该多花时间在 嗯 个人的生活上面 现在的林心如有事业 有理想 有老公霍建华跟女儿乖乖在旁 堪称人生胜利组 但在结婚之前 她可是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黄金胜女 高中的时候开始拍广告 然后高中毕业就拍了第一个电影 那你就没时间谈恋爱了 我初恋 应该算 对 如果硬要说是初恋的话 是高中 高一的时候 小学长那样子 我那个高中学长只有三个月而已 就拜拜了 三个月长什么样啊 就很 还蛮高帅的 我记得他那个时候讲他高中这段恋爱 他说他那个男生长得像 现在讲起来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他 他是谁叫做 吉田荣作的 我知道了 帅帅帅 瘦瘦的脸 对不对 你喜欢那个型哦 我是喜欢高帅的 高帅的 很多啊 很浮淺 你喜欢高帅的 现在还喜欢高帅的 怎么办 到底当时那个是逐渐淡去吗 是不是 算吗 距离啦 其实我觉得距离啦 所以一个在内地一个在台湾吗 都跑来跑去的 可是你后来自己也去内地了 所以说其实都忙 都很忙啊 就是 他拍戏我也拍戏 要不然就唱片 所以两个人基本上 碰面的时间很少 其实后来就很少碰在一起了 所以只是距离而已嘛 那问题不大啊 这是要复合是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以后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其实也是蛮好的 因为距离这件事情 可能是工作上斗不来嘛 对不对 会可能的那个吗 可能复合吗 什么 没有我觉得我们现在是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朋友 当朋友很好啊 就好 对啊 林心如18岁时 见到大两岁的林志颖 两人在各自的青春上留下一笔记录 有传说当时分手 是因为林心如与苏友鹏走得很近 受访曾表示对苏友鹏有好感 让自尊心强的林志颖打翻簇谈字 写下我要跟你分手传真志剧组 弄得众人皆知 2000年的电影雷霆战警 戏里林心如与王力宏文的男分男色 戏外则和导演唐继里坠入情网 共赴泰国度假被拍到而曝光 女方出书默认两人情侣关系 曾经很熟悉 现在还很熟悉 唐的哥哥更说他们随时可结婚 可以说这是林心如离结婚最近的时刻 但这段感情依旧没有走下去 2008年时 只要媒体问到唐继里 林心如都强调自己是单身 更有媒体爆料分手原因是唐继里令结新欢 对象还是林心如的好朋友 至此之后 林心如仿佛得了单身魔咒 再也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 我有有人追 然后可是就是 还没有那种很有感觉的那种 对我来讲感觉还蛮重要的 要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是一看他 可爱 他喜欢帅哥 喜欢帅哥啊 已经到了一个年龄也可以做工作事业 可以当老板了 所以那个男人不但要帅 要感觉 他还要能干呢 还要聪明啊 要聪明 我觉得聪明对不对很重要 对对对对 要压得住我 要比我聪明 嗯 好难哦 好难哦 比我聪明应该不太难 因为我们又很聪明 很难 不过我觉得女孩子 到了某一个年龄 该找人嫁了吗 你觉得欣如会嫁吗 好恐怖的问题喔 看到自己吗 你好悲伤 你为什么要这么悲情 因为会嫁的条件 是一定要有男人追 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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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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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20日 在这适合告白的日子 明星如与霍建华在网上抛下 任爱震撼蛋 小两口拍戏认识 都赚了10年才走在一起 从未正面承认恋情的两位大明星 这次会主动公开 全因霍建华不想躲躲藏藏 觉得麻烦 但有消息指出 其实是因为有孕了才赶紧官宣 果不其然 任爱不到三个月就举办婚礼 2017年初生下女儿乖乖 如今六年过去 这对夫妻虽曾被拍到在街头吵架 霍建华气到放生老婆 开车闪人 林星如难过到边哭边走在街头 但哪对夫妻不吵架呢 事后依旧甜甜蜜蜜 林星如生日时报警老公放闪 霍建华也特别演出华灯 力挺老婆 在这条路上也不知道会走多久 毕竟有家庭有小孩 但会一直坚持着做 尽管有了家庭 林星如并没有失去自我 依旧坚持在她想实现的事情 当年的格格 如今变成皇妃一般 知道自己未来要的方向 不再彷徨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林星如会制作 演出更多好戏 让华剧被世界看到 也设定在最深远的事